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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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我們拍一個傳記片 我們應該是有份責任 去盡量用回香港的新演員 去介紹回香港觀眾 《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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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起當天的一個小女 《传媒》 我問過不 좋 taking a drop section ここ 只有一位妹姐的ベストレンド 其實她和N姐感情很好 亦都是相依為名 這是一個很好的我們的創作條件 我當初是經歷一個很大型的Casting 之後我的經理人就帶我上公司 導演就跟我說 你將會適應的角色是一個Lovely Role 梅艷芳我姐姐梅外芳 我有留意過廖子瑜這個演員 我看過她之前的電影 我覺得她非常有拼勁 同輩的朋友都覺得 她姐姐有多分似 這半年劇組就安排了我去接受唱歌訓練 在這個過程中 我找了很多關於她們兩姐妹 生活點滴的一些資料 很多時候就是姐姐 外表就是軟滑一點 有時就妹妹會幫我出頭 為我好打不平 這兩姐妹互補的關係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因為我有兩個妹妹生活的一些點滴 我覺得都融到在這一部戲裡面 幫我喝 我淚陸和 衝破鴨韻 我也很感謝劇組 順著劇情的發展 由前面最開心 令我們建立了一定的感情 才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件事真的很感謝劇組 各位介紹 Lessie 張國榮 好 定了妹妹才知道誰是姐姐 然後定了妹妹才知道怎樣找哥哥 張國榮在我們的故事裡 最主要是跟妹姐那份友誼那部分的描寫 你們好 我是劉俊謙 我這次在這部戲裡面飾演的是張國榮 應該是2016年的3月份 我記得我拍攝得很差 但我突然 12月 梁樂文導演 又再找我去拍攝一次 我也有出一點矛招 我有穿過那些80年代牛仔褲 我聽導演說 他在那次的拍攝 沒有想錯是阿謙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舞台劇我是看過阿謙的演出 一個很魅力的演員 剛剛攝足電視的演出 他未有太多電影的經驗 是一個新演員 有一個想像空間 Monica的景點 其實有一點點模仿當時 經過金曲的舞台 很大 很懷舊 然後地板是反光的 哥哥總之就是 他一跳舞唱歌 他就有一種很屬於他自己的特質在裡面 其實唱歌跳舞 都是要找老師去重新訓練 他會去重構所有的步伐 小動作 他把衣服都做出來 慢慢看到他給自己的壓力 和他一邊拍一邊瘦 哥哥呢 我覺得他裡面是比較女生的 妹姐反過來 我和Louise都是這個情況 我記得有一次拍完之後 我覺得好像做得不太好 他就說 可以的啦 導演可以的 不用太擔心了 可以的 你又看看這個女生 面對工作困難的時候的態度 你欠了他 煙子扣他唱 我很驚訝他們兩個的那種瀟灑 很棒 他覺得兩個演員是有火花 我和Louise都好像不知為什麼 很滑 覺得自己已經進入了那個狀態 因為一張煙床 兩個人躺在那裡 但是那天就有鏡頭 很奇怪 經常都說香港不夠演員 或者沒有給機會給新人 不如我們藉著這次機會 給多些機會給他們 因為我們三個是組合 我們 他一定什麼時候都有系列的感覺 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人時間 都是配襯的 我們是80年代 妹姐的徒弟 這個角色在戲裡面 他做一些比較 organized的工作 還有大家都會看他的頭 他跟我說 這個scene是 是關導演第一次來家和 飾演這個年代的關導演 都是一個很大的榮幸 我覺得 我來要去飾演一個角色 發掘妹姐和妹姐的姐姐 我的角色就是一對 香港的組合去模仿P頭4 那我就來擔演這個主音的角色 真實的我是不懂人文 又不懂跳舞 他們都安排了老師 甚至錄音室很專業的意見 去教我怎樣去唱出來 他們都很有耐性 給我時間慢慢去揣摩 做一個歌女 就有機會看到妹姐和她姐 她們小時候已經有天分 也都很有心去追自己的夢想 飾演妹姐童年的陳真 對於我來說 她真的是一個很才華的小女孩 另外有姐姐叫做Goldy 她很聰明 而且很美女 你是誰 那你又是誰 我就是梅艷芳 我也是梅艷芳 我跟老闆說 她們知道是依舊大新的 也都影圈是需要有新血的 我相信她們將來是 每一個都能夠獨當一面 而原來你們全部都拍過這部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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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